演唱跟 texto 四五年前 就是我人工受孕做了大概 第五次的時候 在試的同時就已經結束例行了嘛 然後等我們試管沒有結果的時候 我們才就是在第二次再去拿資料提起 對 咬東西這樣就應該時間 然後這小孩子就是蠻不潮濕的 不吃菜水的東西都很愛吃 那個頭髮這樣結過 真的一樣 一開始的時候 在還沒有見到他之前 當時看到相片就覺得 相片 我就覺得還好 只是感覺他頭髮好萌萌 因為那種安全帽那種 好像西瓜皮那樣戴這個 有看他本人 那個頭髮的感覺沒有那麼強烈 但是接觸起來感覺他好像可愛 就這樣 去的時候 對 我們當下的朋友都可以啦 我們很喜歡 我們就是只是討論說 什麼時候可以帶回來 真的可以帶回來嗎 就是大概 對 就擔心不能帶回來而已 好可愛喔 好可愛 他有酒窩耶 他有酒窩 他有一顆耶 他有一顆 他笑起來的時候就這麼一顆酒窩 好可愛喔 有喔 有一顆 站這邊 在嘴角在 那半夜還要喝一點 不用 對 一覺到天亮 對 七、八點 七點半過後八點睡 一覺到天亮 這些小朋友需要特別的愛啊 一般的家庭裡面 他回去也有充滿了爸爸媽媽的愛啊 甚至其他親友的愛啊 那這些立心小寶寶的話 歸屬感就是在我這裡啊 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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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樣子要好幾次 吃的方面 他現在牛奶喝180 嗯 然後有吃副食品 嗯 本子裡面可以看得到他吃了哪些東西 這個過程其實真的是很長的一段路 從聽說明慧一直到把小雨帶回來 兩年多 對 兩年多 我覺得這時間很長 就是一直在等待姨珍打電話來跟我們講下一個階段 然後過了之後才 這個階段才慢慢的很迅速 不然那個時候是有點蠻失望的啦 所以我就覺得 好久喔 我們怎麼這麼久 拜拜了 拜拜 好棒喔 十號再去你家看你 第一天 完全不肯睡床 就覺得 在保母阿嬤那邊好像都很順利 可是回來這裡可能就完全hold不住 對 然後他當他每次在哭鬧的時候 其實我都覺得是心疼的嘛 他媽媽生下他之後 跟了兩個保母 然後一直到第三個保母 對 我覺得這樣的過程對小朋友來講 我就覺得 嘖 其實是 很殘忍 我覺得對他來講其實很殘忍 他要讓他自己強迫去接受 又不一樣的環境 又開始他要適應那個環境 他很小啊 他就一直經歷那樣的階段 我覺得那就是一種心疼啊 他來我們家我們本來就是要把照顧好 對就是把他當成自己的女兒看待 對 最近啦 這兩三個禮拜來 我總覺得他好像很無聊這樣子 哈哈哈哈 好像很沒辦法 有時候總覺得那種感覺 可能再不也有想到再領養一個問題 讓他多一個棒我覺得也沒有都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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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